早安 早安, 周星星報道 真是活該 從這麼青年白痴 你看 轉個圈給警察看看, 不用害羞的 靜不自禁, 真是不好意思 想不想擲? 我不想做鴨, Sir 我問你想不想擲? 我是不會做鴨的, Sir 我不想擲? 我問你想不想升級? 我想 但是 我是不會出賣自己的蒸醋, Sir 誰要你的蒸醋? 我要你的青春 青春對我來說和蒸醋一樣重要, Sir 行了, 我知道的 你聽我說完 事情是這樣的 前一陣子有一群學生來警署參觀 參觀完之後, 就發現, 不見了一支槍 塞槍的事件經常發生, Sir 但是, 那支是我的槍 我真是憑你心碎 你知道就好了 那支槍跟蹤了三十幾年 一槍都沒開過 只是有事用來拗癢 說起來, 也有點癢 來, 給我拗一下 我拗一下 背部吧 是 它是一支善良的槍 槍也有善良? 我這支槍本性是善良的 最怕就是落在壞學生的手上 那時候就會 濫殺無辜, 淘汰生靈 放心, Sir 我只能拗一下整間學校 直接幫你找一支塞槍為止 唉, 拗得起來還要找你嗎 我快要退休了 現在才不見了這支槍 被人知道我還要見人 唉, 所以現在我想找你呢 混入那間學校裡 Sir, 教書我沒什麼信心 沒人叫你扮教師, 扮學生 扮學生 我當年就是因為最討厭讀書 所以才加入警隊 我不可以扮學生 Sir, 你這樣做 就等於帶我上去一個 充滿毒蛇猛獸的火山口上來 不管我的哭喬 不管我的哀嚎 狠狠地, 毫無憐憫地 你將我用作一生 伸到火熊的岩漿裡 你這樣做又於心何人呢 那就好, 讓你活得豐富, 死得精彩 你不用說了, 又不屎又不甩 這裡有個call機錶, 你帶著它 見到666, 即是我call你 還有, 說一次Good Morning Sir給我聽 Good Morning Sir 那就對了 記住不要讓人知道 一鍋就熟了